從孩子過世 就是憂鬱了兩年 整整兩年的時間 我們小時候從來沒有想過 生個孩子怎麼這麼難 不要生小孩好了 生小孩好辛苦 我有過這種念頭 所以我就會覺得很自責說 是不是因為我有過這種念頭 所以他就真的走了 我是一個很嚴重的 就是醫生說我是一個很嚴重的 不孕症 沒有辦法生孩子 然後去做了很多治療 很多的檢查 因為醫生就說 除了試管以外 我沒有其他方法 大概半年以後吧 發現我懷孕了 而是自然懷孕 然後我們就覺得 這是怎麼可能 可是他真的就是在 然後開始有心跳 然後就這樣一路 心情這樣一路雀躍不移 其實我只是要去諮詢而已 然後醫生就跟我講說 啊你既然來了 我就幫你照一下好了 然後照照照照 他大概照了快二十分鐘半個小時 然後照完他就跟我說 周小姐我覺得你這不太正常 你這孩子全身都腫起來了 他說你要不要再去大醫院試試看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可是可是我上個禮拜才剛照過 醫生跟我說沒事耶 然後他就告訴我 他就直默默的告訴我說 他說這孩子活不了一個禮拜 不要了吧 我那時候覺得很晴天霹靂 我想說你應該是最清楚知道 我有多麼想要這個孩子 我都做了兩次試管失敗了 你看好不容易自然懷孕成功 然後你還告訴我 我應該要放棄這個孩子 你不知道我 你不知道我的男生嗎 26週的時候 我那時候我還告訴他說 怎麼這麼突然怎麼可能 他說醫生真的真的沒有了 真的沒有心跳了 孩子死了不能留 他說你要怎麼生 我沒有辦法接受 我要痛那麼久 然後生出來的孩子 沒有心跳這件事情 我就跟醫生說 我要剖腹 馬上把它就是拿掉 我說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再折磨這三天下去了 剖腹完那過一個禮拜回家之後 很多很多人要來嘗試安慰我 後來我是拒絕見客 因為我覺得垃圾話我不要再聽了 那個還是沒有辦法 人家跟你講講 你就可以再正做 我沒有辦法走出家門 尤其是看到孕婦 看到小孩 我都不行 沒有辦法有一個答案 可是就非常非常非常恐慌 我一直在看下面 我就一直想像 如果我跳下去了 到底到底是不是這一切就結束了 第一次我過年我沒有回家 就我跟我老公 然後我老公也不敢走 你知道嗎 他一走我就真的跳下去了 可是他也不敢走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大年初四 我一知道我媽媽打電話 跟我說你妹妹懷孕的那一剎 然後我衝到廁所吐 我覺得 這世界怎麼會這麼 就是你知道那個難受到衝到廁所吐 那 那個嫉妒或是那個悔恨 或是那個羨慕 那個完全講不出來 你覺得你應該好好祝福他 可是我好恨這一切這樣子 可是我那時候就是告訴我自己說 我想再努力最後一次 沒有的話我再也不提這件事 我們家兩個都在新生兒加護病房 然後一個在中重度一個在重度 各個的狀況比較好 所以我等我三天能下床去看他的時候 他身上大概沒什麼管子了 可是我一看到我們家妹妹我就哭了 真的一個小寶寶就這麼小的一個小寶寶 全身插滿管子 然後我就覺得我那一瞬間 我真的是就在保養箱旁邊哭 我就覺得真好對不起他 怎麼會這個樣子 只希望他們健康快樂就好了 去期待他們多有成就 或是我覺得那個都是我 我不一定可以看到的未來 尤其是看到他們兩個人 在保養箱裡面那麼小 我那時候就覺得 只要他們健康的成長 我覺得這就是我想要的 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有出路 對這樣的自己多一點的接納 多一點的耐心 然後多一點的告訴自己 就算我一直待在這個困境裡面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慘的狀態 我也相信都有人在愛著我 或是接納我 你就是做你自己 你不用刻意要堅強 你不用刻意要勇敢 你可以允許你自己 有你自己的步調 去走這條路 OK OK